我認為美國的財政基本上沒有解啦 歐巴馬結束的時候 2016那個時候美國的美債累積只有16兆 特朗普一下就拉到24兆 然後拜登才做了兩年多 就拉到了31兆 特朗普那個時候還比較情有可原 因為他碰到了疫情嘛 我認為拜登才是完全不能原諒 甚至很多人認為 那個紓困的補貼是額外的 那造成了美國的通脹也是原因之一 那因為美國是這樣 他如果要蒸發貨幣 一定要透過印美債的方式賣到海外去 通常是國內買6成海外買4成 那海外目前這幾個大買家 除了日本之外 基本上都已經停了 日本還是最近被逼 又加買了1820億 那你如果都賣不動 那坦白說啦你怎麼蒸發貨幣呢 所以共和黨就比較現實嘛 共和黨就說你不能夠再提高舉債上限 這個行政部門的可以裁糧的預算 你要給我刪掉 那這個拜登當然不願意嘛 如果行政部門可以裁糧的預算都被刪掉 那行政部門還搞個屁啊對不對 我基本上認為拜登這個國情演說 不會有太大的作用啦 因為他後面經濟要吹牛啊 都吹不動 通膨美國老百姓現在還是很有感覺啊 那比如說你要說你跟中國在打貿易戰吧 對不起啊 2022年中美貿易還創新高了耶 那中國的順差一樣超過4000億美元 你的貿易戰根本就是失敗的 然後你現在又要去吹牛說你要打科技戰嗎 那個效果根本就還沒看到 就先看到科技業裁員超過20萬人 對不對 所以你去想啊 你怎麼吹牛啊 你講的那個槍支問題啦 移民問題啦 基本上都無解了 德州還有佛羅里達州的那兩個州長 把那個移民非法移民給你倒到你的華盛頓嘛 我不知道他要怎麼處理啊 他好像把他合法化了 那個拉丁美州每年有3萬個名額嘛 變成用這樣處理 那等於是就地合法嘛 不是嗎 所以我坦白說 他這個國勤演說 能夠幫他增加什麼樣的支持 我真的打個問號啦 我真的真的覺得拜登是做的亂無章法 你他不攻擊共和黨 然後就讓能夠讓兩黨融合嗎 能夠讓兩黨這樣重新開始嗎 我覺得他可能是在求情這個眾議員不要成立太多調查小組啦 死硬派的川普派的共和黨議員就有22個 那他們對曼卡錫一定會構成很大的壓力 那肯定會要求他們要成立一些小組讓拜登難堪的啦 這個文件們一定會被調查的啦 因為已經成立特別檢察官了 這個他跑不掉 最先成立的調查小組一定是調查他兒子啦 因為文件們也連動到他兒子嘛 不是嗎 他的那個 就拜登這個爺爺啊 他竟然把他兒子的公文給帶回家啦 這個如果是牽涉到形勢的嫌疑啊 那坦白說拜登就不用選 因為目前了解是有一些公文跟他兒子是有關係的 共和黨可能還會有一些議題讓他更難堪啊 比如說要來羞辱布林肯跟蘇利文啊 所以就來成立阿富汗撤軍的調查報告 就是基本上眾議院現在要搞拜登 題目實在太多了啦